如意传中莲心被皇后赐给王亲对时,后来在投合自尽时被如意所救,莲心与如意一起设计,让皇上将王亲处死,但接下来如意却被人诬陷,莲心依旧在皇后身边伺候,也让人好奇,莲心会不会救如意? 其实莲心只是一个小侍女而已,而且经过此前一世,已经不受皇后重要的,她所能得到的情报很少,但莲心是个有恩必报的人,足以帮了她,她自然会想方设法的帮助如意,而且莲心如今与皇后已经心生贤气,自然是不会再对她忠心,所以说在救如意的过程中,莲心虽然不是主导者,但她肯定也会尽自己的一份力,复查皇后身边的两大侍女,一个是宿恋, 另一个就是莲心,宿恋是满君旗出身,莲心是汉君旗出身,莲心对皇后忠心耿耿,但是皇后为了稳固自己的中宫之位,更好地查探皇上的心意,便想着选择一位侍女,成为宗管太贱王亲的对食,复查皇后原本选择的是宿恋,但是宿恋被金玉岩手满,金玉岩怎肯失去这颗棋子,便以宿恋是满君旗, 莲心和王亲都是汉君旗未有,推荐的莲心,王亲不能忍到,残忍的折磨莲心,莲心不堪忍受,投河自尽,被如意救起,之后如意答应就莲心脱离苦海,在此前剧情中,一直被网友形容为乃兄乃兄的高希略,因没有争取道长子永皇的抚养权,一直怀恨在心,暗中散布白蕊鸡产毁胎的流言, 并让王亲只认源头来自严喜宫,如意为了证明清白只能自请金族,射断交锋中,如意镇静自若,亲者自亲,而乾隆始终不曾怀疑如意,一个说朕觉得不是贤妃所为,一个说相信皇上,为还臣妾一个清白,两人眼神皆默契不言而喻,即便这样,如意也在积极寻找对策,并非只依赖乾隆的信任,他抽丝剥剪,发现端倪后,精心不拘后,让真相大白, 也就联心于水火,同时还让高熙月和皇后受到责问,一见四雕,联心获得自由,重新在皇后身边服侍,其实到这里联心内心,被复查皇后给伤透了,她是忠心耿耿的贴身侍女,皇亲骚扰她,皇后不管,现在联心失去利用价值,那皇后又选择抛弃她,联心不是傻子,所以她虽然如往常一般自豪,但心里却早已站在了如意那边, 不过联心的结局援助中没有交代,她没有死,虽然还在皇后宫中伺候,但皇后已经不把她当成心腹,不过这也让联心躲避了一些祸事,皇后后来很多计谋都背着联心,只跟宿恋一人讨论,反倒保全了联心,联心没有参与皇后的事情,反而平安活了下来,宿恋意图侍奉二主,被金日颜密口,在最新更新的剧情中,如意被阿洛乌剑, 谋害皇嗣,庄庄渐渐指指她设计加害其他有孕的嫔妃,事后还洗白妆无辜,甚至有太监助攻,以此明知指控她,甚至被贴身婢女控诉有多敌之心,她眼见白口莫辩,也无从抵抗,从震惊到震怒,心如死灰,接着毫无知觉,气到后来,连苦涩的微笑都演得恰到好处,心情软折,丝丝入扣。